今天拍摄场景来到了学校图书馆 而我们的镜头下要记录的人物 就是剧中的男女主角张翰和郑爽了 今天拍戏这个场景是 我们爱丽丝顿校园的图书馆 因为在图书馆里边 所以我们说话的声音不能太大 这场戏讲说是下课后 云海和雨群之间的一点小情愫 究竟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状况呢 马上来看看拍摄实况 因为就是上一集的时候 我不小心把他作业本给弄上 就是饮料了 然后呢就是整个作业都不能用了 说哎呀听对不起不好意思 就得扔了 对啊因为他答应要帮我 重新写一份作业 然后呢就是这个作业本这个事件 又引起了下边 很多很多的故事 经过上一部的磨合 在一起又看流行语中 张亥和张爽的对手戏 也是越来越默契 就连戏的甜蜜 都延续到了采访当中 就在剧组剧组 就从上一部开始 就叫我们戏里边的名字 对啊叫他 叫什么 对你像你一样 对啊 对对对 你不喜欢语言 你都让你笑着 高兴了 他跟我在一起比较高兴 我们就总笑 是 通过一起来看流行语的出色表演 作为新人的郑爽 演技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不过在一起又看流行语中 郑爽又面临了新的挑战 那就是跳舞 其实这个事还挺丢人的 因为我之前看剧本 就想 让我跳舞 然后之前就是在剧里面 就说这个出于学业不太协调 我说这不就我吗 然后后来就说他很刻苦地练 然后通过一段时间努力 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 因为我们俩演戏的时候会 会感觉小爽有的时候演戏 他的尸体不是 不是 我还行 还算挺协调的 对吧 然后 但是看到他跳舞之后 因为跳那种 跳那种街舞 那种街舞的范儿很难找 然后没想到才那么快 你难道不想笑场吗 真的不错 谢谢 真的不错